Steven 嗚嗚嗚嗚 Bot Cheese and Steven Steven 喔喔 Cheese and Steven 我跟拍攝 這邊也是我來做 大概是這樣子 當初其實就是 以前就是 以希望可以成為籃球員 我這個目標 我也會繼續努力 在大學的時候我就意識到 球員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可能這件事情沒辦法 然後也有教育員 那我還是很喜歡籃球 所以我就想說 看有什麼樣的辦法跟機會 可以繼續從事籃球相關的 這樣子 我這邊是中文系 所以我自己對就是一些 文案的撰寫啊 對於一些 網路上面很有趣的一些操作 其實自己都有在關注的 然後剛好我在唸書的時候 是社群平台進入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Facebook進來 等於是說 我剛好是運氣很好 年輕人裡面第一批去接觸 社群的媒體平台這個 JPL 那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攝影 把自己拍的東西 透過自己的操作 一個想法的方式放到社群上面 跟所有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那種裡面互動 我發現這個東西很有趣 所以我就發現這個部分 是我很有興趣的 我最早最早是 就是現在尖叫滴滴滴籃球部落的 就是球衣團體公司 常常上班 那時候就是在裡面做社群行銷 那個是我算是 一開始從事籃球的工作 那後來我去當兵 退伍之後 就在一次音樂的機會之下 介紹 進入了進球籃球隊 當球隊的行銷公關 所以等於是說我在球隊工作的經驗 算是從SBO球隊開始 一直到去年 新美國國王成立之後 我跟聯盟的那個 Mr.Boss 周崇偉 我們以前就是同事 他就邀請我說 欸 新美國國王剛成立 他們需要一個 社群母體的人 那他問我說有沒有興趣 然後我就說好 所以我就來到了新美國 所以大概我的經歷就是這樣子 這個過程中有趣的地方是 你要一致不斷的去思考 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才可以讓這些球員 被記得 被看見 那 你會去try 然後你可能try 好幾種方式 345678種方式 然後你會發現 大部分的方式都會失敗 但是總有一天會有一兩個層方式成功 成功之後 可能在 球迷啊 粉絲啊 之間會有一些 小小的效益 他們就會因為你 可能因為你這樣做 而去用某一種方式 記得而球員 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 而且也是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 肯定是我經久第一年的兩家 PJ Ramos 就是某方面來說 他就是給人家 看起來就是惡霸 但他私下超幼稚 超級幼稚 就想像一個226公分 然後 大屁孩 就是他是幼稚到一個極致 你知道嗎 然後私下跟球員打鬧玩樂 因為他那個臉看起來很兇 但是他就是很喜歡去 弄球 玩 然後 每一次只要放假 他就是會 就大家一起去 出去走走 去喝酒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 我覺得相處前的落差還蠻大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應該是 應該是 Session 在九泰那時候的 Franklin Session 就是他私下其實是一個 很宅的宅男 我覺得他就是躲在他的房間打電動 對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他看起來就是 很Fashion 很 很活躍啊 可能很愛玩啊 什麼之類的 但他其實還蠻乖的 對 他真的是還蠻乖的 就是 也不喝酒 所以很少遇到的洋將完全 滴酒不正 很少 因為那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完全不喝酒 就是 只要放假 有時間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打電動 回去打電動 對 這也是我覺得 印象落差蠻大的 這一次其實跟 新美國我們去美國 我們主要都留在LA 我覺得這趟蠻有趣的是 我其實去美國好幾次 然後也有透過一些朋友 就是看了很多NBA比賽 但這算是我第一次 遇到一些NBA球員是在 休賽季 那 這次其實真的也遇到 蠻多NBA球員 像 剛去就遇到Tyroid Hero 現在任何隊員的球員 中間有遇到MB 然後也有遇到 像Solent Hills Bow Bamba 這些 然後也有遇到 中國球員張震靈 我覺得他剛好是 打完夏季聯盟 然後留在LA 我覺得這一趟最有趣的是 看到這些NBA球員私下訓練 現場看就會覺得 那是一種另外一種世界 我們有帶球員 其中有一天去 NBA很知名的一個訓練師 叫Rick O'Han 然後他每一年都是在UCLA 就是Thomas的國校 都會舉辦一個 訓練營 但他這個訓練營的方式比較特別 他會讓不同隊的NBA球員 去做對抗 去做 做競爭 那那場 那個場最可惜的是 我沒辦法記錄太多東西 是因為他不准我們錄影 對啊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有一些考量 那一天我們在看他們對抗的時候 包含球員在那裡 就你真的會覺得 喔那就是 另外一個世界 打西亞可門後面都有去 然後Harden那天有加入 然後那天那個夢球跳舞也有加入 還有一部的也有在裡面有打 就是那個整個的氛圍 你會覺得是完全不同的等性 你在那個場合 沒有人再分 你是NBA一線球星 你是Overstar 還是你只是一個 替補球員 就是大家全部都是爭槍的子彈 我覺得是要在那個檔下 使出我所有現在可以用的舞技 看看他到底有沒有用 或者是看看這些 哪些東西還不夠 還要再加強 所以那天其實打的是很 我覺得 甚至是比比賽給我的那種感覺 還要再更競爭 那個氛圍你可以 你可以感覺出來是 大家都在把握一個機會 那個機會不是說 不在NBA的人才會去 才要想要去爭取 是在NBA的人 他也在爭取這件事情 因為我只要任何一點點 我只要不斷的證明 我自己比這些一線球星好 我可能在新的球季我就有機會 獲得更多的機會去找些自己 我們在NDTN的比賽 最後有看到 帆文隊佐教練NERS 他也在 所以某方面來說 裡面可能 場邊有很多球探 或者是訓練師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主教練 都會在那邊 大家都會去評估 每個球員的狀況 現在才八月中 甚至都還不到NPS3C NPS3C10月就在打 這些球員到現在 他們已經在做這麼高強度了 這是我覺得這場 雖然是最滿能難得的經驗 我覺得爆紅這件事情 當然是我意料之外 但是我可以很明顯的感觸到 就是台灣對於籃球的文化 跟美國對籃球文化 還是有很大的差 他們其實真的是很享受籃球運動 舉例來說 我們有去看結果 大家來這邊看這個比賽 你就可以看到旁邊的觀眾 他們是常常對場面在叫囂的 但是叫囂的程度 他不是要去羞辱這些球員 他是很 因為很開心 他想要跟這些球員去做互動 你打得很好 他會給你crank 你打得不好 他會diss你 但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很享受這個文化 有時候甚至不在乎輸辱 所以這就是我在面對 speech 那時候感受到 不管我們那天打得多 我們被對手修理很多場 場片都還是很得到 大家會很享受在他們每個部位上 我覺得那個是 包含現在 台灣的職業籃球員 是在努力的方向 是 大概差不多這一兩年 台灣的球迷 才真正去看到職業球隊這個舞台 可以展現出什麼樣的 娛樂效果 給所有樂愛台灣籃球的球迷們 我就來這邊還放開心 我在海邊 我就是很享受這個氛圍 他們有時候自不在籃球身上 他有時候自在是 我怎麼樣去從這個地方 得到我們一個 生活上面的心靈調節 他們很享受籃球 這應該會帶給他們 所有東西 而不是只有贏球或輸球 其實我一開始蠻緊張的 因為那天會上去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第一個是因為我們本來去的球員 就只有四個 加上毛總 然後加上我們執行長Fail 大家都下去 其實也才六個 一開始的想法只是 希望多一點輪體這樣子 然後球員不要太累 因為球員們去的主軸 還是好好的訓練 那天他們其實早上 已經有先打過一場 Julian比賽 所以基本上只是希望 不要造成 球隊 球員們太高的輔導這樣子 那所以上去那個剛下 其實一開始會有點緊張是 我本來就不是直接球員 我也很少會有在 這麼多很關注的情況下感受 但是其實一兩球之後 你可以感覺得出來就是 不管是你做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你失誤或者是你頭不盡 你笑一笑 你發現大家其實也不會笑 大家也不會看不起你 那你就會覺得 那我其實就是放輕鬆 我也來享受這樣子的情況 最早跟天佑在2020年去的時候 我們就有去過 就是那一次其實只是一個簡單的Pick-Out-Game 就是你去然後你看到有人在打球 欸可不可以抱盾 然後大家就會一起打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當然是 他們有一個賽制叫做 Iso-Car 就是單挑卡 今天當他發現兩個球員在場上 兩個人互別苗頭的時候 兩邊的教員都有權力丟出單挑卡 只要他一丟那個卡出來 裁判一接受了 全場的就是浪卡 就是這兩個人就是有點像全場一隊 只是你的隊友都在旁邊看 這是大家會很期待的 就是大家會期待說 欸這場比賽 哪兩個人會會對比賽 互相對上兩個人也很享受 就是你進那個可能去展現你的能力 想辦法去打敗對方 被打敗了也不會怎樣 因為大家會覺得真的很好玩 就我覺得這個是印象雖然是最深刻之一 其實我覺得最強小編的東西就是大家聽聽就好了 足不定還有更會打球的小編存在 那個當下其實就是 球員們其實也就是 欸你也上來啦 我們也打很久啦 然後球都可以換你玩 對我來說我就覺得 大家都不要球 OK那我試試看這樣子 他給人那種感覺就是像你在看電影的那種 你就會覺得我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沒有人會笑你 大家就想要看你能做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是那個當下就會覺得 欸好啊那我也來體驗看看 就是這是什麼樣的感覺 不然我之前其實也不可能會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算是運氣好 但那幾久都有機會 我在切錄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其實在算 他其實是在 他想要在空中再去發火鍋 他不會想說我要 然後我要什麼 阻擋你的切入路徑啊 不要什麼 他們就是想要去做出任何一切 在這個球場 看起來是帥的動作 就這樣子 所以 就是我覺得就是 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但這真的很有趣的一個體驗 為什麼我會覺得在那個地方 素贏很不重要的一個新聞 其實我們的球員 在那個當下笑得很開心 赤萱被灌一個從頭上灌的 他坐在那個板子上面 看起來一點尷尬 但他覺得很有趣 我們不會在台灣 遇過這個動作 他們的規則 這也是他們的規則 只要任何人 被 從頭上 隔扣 就必須坐在 那個 那個板凳上面 坐兩分鐘 不能上場 可是 他們 四圈去坐那個板凳之後 比賽有繼續的話沒有 大家就是 圍著他 圍著他 有點像是在 在笑他 但是大家要享受 享受完兩分鐘 其實你要回來 你也是可以繼續享受這一切 可能 現在 在台灣 我們開始有這個機會之後 我們要慢慢的去 跟這些球員 跟這些鄉民講 就是 我們要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去享受兩種運動 而不是一天到晚就只有輸贏 誰落誰欠 對啊 所以 鄉民們 你就放輕鬆一點好不好 大家 大家 有時候不用這麼認真 真的有時候不用這麼認真 真的 我覺得 球命脈 其實 在留言的 原因 大部分都是兩種 一種就是 他們需要一個 發洩的出口 另外一種就是 呃 一定有很大一部分人 實在看戲 對我來說 我在面對這些言論的原則 就是 我一定要去 一定要力挺我的球員 力挺我的球隊 幫這個球隊工作的任何人可以 這是我最大的原則 那 可重點是 這些球迷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 因為 有些球迷是 他真的很支持這個球的 有些球迷是 他很支持台灣人的球 某方面來說 大家都是在為這個環境付出 所以 一定會有情緒化的自然出現 那 有一些比較理性的球迷是 當你好好的跟他說 他就會 軟化 他就會 比較恢復正常 那這樣的球迷就是 他只是需要一個出口 去發洩他 可能今天喜歡的球隊輸球 喜歡的球隊表現不好 但會有另外一種是 比較喜歡看戲 這種球迷 那這種球迷 畢竟 我今天躲在螢幕後面 我躲在健康後面 我並看不到 我自己在面對這些言論的方式 就是很認真的去回答 很認真的去解答他 有可能 比較針對性 或者是比較不理性的言論基礎 那另外一方面 我也會希望 就是我會用回應的方式 告訴他們說 欸 我們希望大家就是 尊重彼此 去提醒他 大部分 當我這樣的步驟做完之後 其實可以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另外一個部分 是 比較牽扯到的是 公關危機 就是當球員真的有發生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原則就是 你要很有耐心 其實BASE的事件 當你在面對這些言論 你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要有一個底線是 你要先了解這件事情 它的是非對錯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那 在台灣 BASE當初的那件事情 攜帶大馬 也 它就是觸犯了台灣的法律 這時候你能做的事情 只是 減少傷害而已 你是 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所說為是 社群上的公關危機處理的時候 你只能去減少傷害的長生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解決這件事情 有一個問題跟著 那有一些人是 我會 我真的會很想要 去了解你們 怎麼去解決這件事情 可以讓球迷知道的事情 我們都會讓球迷知道 我覺得 社群是一個變化 非常非常非常快的產業 即便你到現在 回頭去想 這個產業頂多也才十幾年 有Facebook的日子 也是十幾年前才開始的 即便我們現在 看一看一看 Instagram啊Facebook啊 很多什麼 抖音 TikTok 現在很紅的小紅書等等的 這些全部都是 這十幾年才出現的東西 即便你覺得 他現在是生活必需品 但是他其實 這些產業都是年輕的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你要不斷地去洗手 不斷地去看 我覺得這個原則到現在都 完全沒有變 流行跟趨勢等等 它永遠都在變 包含現在 YouTuber也是個職業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這樣的工作 你必須要知道 你自己喜歡的是什麼樣的領域 然後那個領域 在社群上面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表現 什麼樣的方式去展現 你有沒有辦法 或者是你自己想不想要 做出類似的事情 或者是把這些事情做出來 舉例來說 我對籃球真的很有興趣 所以我從事了籃球的社群相關工作 我覺得 社群的進入的門檻不一樣 因為這個平台不用錢 你去使用它也不用錢 可是 你花下去的那些時間 你動的那些腦力 這些東西 它就是另外一個門檻 社群是很花時間的 會消耗很多很多 我所謂的腦能量 當你對這東西 你沒有很大的興趣的時候 今年三百六十五天 然後發 發酒盤 天文上 那是真的是 難嗎 我覺得你以為不難 但其實是很難 那再來 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覺得要 永遠把自己設定是 你永遠都 還懂得不夠多 我覺得這都是 你在從事社群上面的 就是 很有必要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在代表 台灣籃球產業 正在 蓬勃發展的現象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我在社群上面 操作的一個原則 就是 當這件事情沒有不好 或者是 你想不到理由 說這個東西 不行 我就覺得 他可以嘗試 就舉例來說好了 他今天 他做入謀這件事情 他有侵犯到任何人的權利嗎 他有 違反任何法規嗎 沒有 他也是憑他的本事 去 談聽到一些消息 然後 他抓住這個機會 去營造流量 或什麼之類的 應該說 他們在做的事情 跟媒體做的是不一樣 媒體必須秉持一個原則 是 你必須要查證事實 事實求是 因為媒體 教育 人民的力量 這些社群更強 更強大 所以他們有他們的新聞責任在 可是這些loomers 他們是 你今天你要怎麼去看看嗎 他們是 在這個產業裡面 存在的其中一個必要人數 他們是在跟這個產業 喜歡這個產業的人 去做互動 那 以前他從來沒有出現 因為以前大家完全不care 那現在出現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現象 只是變成說是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 像我們自己是球團的人 我們當然會覺得說 我的原則都是 他都在幫我的球隊 我的工作 增加曝光 我沒有理由說他不好 即便他所有的東西 可能 跟事實有出路 但他畢竟就是noomer 他就是謠傳 他就是街壇項目 所有的一切 都是等到我官宣之後 他才是真的 那 在這個過程中 我 沒有必要說 我一定要去阻止 這件事情 對 就是 某方面來說 他討論到loomer 跟我的球隊有關 他再增加我球隊的知名度 沒有什麼不好的 就是我覺得 我面對這些 比較算是 以前籃球產業 不會出現的東西 的時候 對 是 在這幾個月 那一刻 我會想要去 你的身體 我會想要去 你 是 我會想要去 你 我會想要去